長頓髮為什麼不好 跟姿勢有關係 想像得到嗎 會甩頭 對啊 我們看現在韓劇的女生都是長頭髮 甩 甩喔 那個頸椎會給他甩歪掉 所以會想出問題 我們運動不是有頸椎會這樣做嗎 這個都是我們那個年代要轉頭 現在的頸椎運動不這樣做 不轉頭 現在脊椎運動都是這樣子側的 耳朵靠近肩膀 然後就這樣停住 牽引他 加強板的話你就把手拿起來 你自己說說看啊 現在做啊 既然來這邊拉拉看 體會一下這個都是你每天應該要做的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拉到另外一邊 有齁 加個手會差很多 好 然後這一邊是 這樣壓下來 這個每天都應該做三次每一次十五到二十 然後早晚做 最好是早中晚 這可以舒緩這邊的肩膀的問題 然後不只這一個喔 剛剛是側面對不對 然後下巴到肩膀上面 下巴到肩膀上 轉不過去了吧 你要記得你年輕的時候可以轉多少 到肩膀沒問題啊 現在為什麼只有到四十五度了 因為變硬了被沾黏了 左右兩邊都一樣喔 你可以兩邊角度都一樣嗎 有沒有一邊可以轉得過去一邊轉不過去 你看年輕就是很輕 年輕的就很輕 有沒有找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這是以前的你啊 現在為什麼沒有辦法 好不好 有些耳朵還可以碰到肩膀 不是這樣的碰 我講胎我還碰不到咧 你可以嗎 你看他就可以了 真是他什麼都可以 啊前後這個我們平常就有很多上下 所以我們頸部的運動 頭部的運動大概就只有三個方向 不要去轉 因為頸椎的設計結構 並不是給我們這樣去轉 我父母親是教體育的 父親母親都教體育 教了四十多年 都教錯了 教錯了 那怎麼辦 不是他們教錯了 我也教錯了 我也教體育 我是退休以後才知道 所以我問得多少子弟啊 你們的老師教錯了 老師也教錯啊 對啊 那老外教錯了 那沒辦法 當然時代還是要進步嘛 慢慢研究以後就知道有個問題 那我們看看這個 這種姿勢呢 就是常常會看得到很酷啊 這個翹腰腿對不對 多帥啊 女生做 哦 Yong 妖嬌美咧 可是他骨頭是歪的耶 他可以免一時 免不了永久耶 再看一看 打電腦的知識 對不對 我們很多小朋友常常看到 無時無刻無處看到這樣的人 這個姿勢不對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肌肉是一邊緊的 一邊是被拉長的 所以肌腿就歪掉了 肌腿側彎就這樣形成 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肌腿側彎的 睡 我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床上這樣睡 睡像側睡的時候 你這個肩關節也會壓到 脊椎也會扭曲的 除非我們把整條脊椎是這樣平白 有沒有辦法 我這邊有肋骨啊 到肚子裡面沒有骨頭啊 它就會垮下去 然後就會把我的骨盆就牽扯到 不對的位置 然後這個腿這樣跨過來 然後這個髷關節也會把我的骨盆將會做 另外一個角度的扭轉 所以我們睡覺的時候建議 要往側的時候 大腿要練個東西 跨 這樣子 最建議是養睡 但是腰有問題的人就養不了睡了 因為養睡的時候你腳一攤直 你的腰椎就在運動 被拉長了 剛剛有沒有一個坐椅子的姿勢 一個是彎的一個是直的 其實挺的時候腰椎 這個腰椎呢 這邊兩邊的肌肉群是一直在緊迫 它就可能在運動 那怎麼辦 你要養睡 你就把你的膝蓋彎起來睡 你這個手 我建議是用那個 不用的墊背 把它捲捲捲捲捲捲捲 一條的 但是其實還要高一點 你自己現在可以摸到你的腰 然後舉行這個 把膝蓋抬高 這邊就是放鬆的 如果這樣子搞 這邊是緊的 好 習慣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良好的習慣 造就你一生的健康 所以 我們 剛剛了解了那麼多以後 你的習慣呢 就要去把它養成 不好的習慣就要改過 好的習慣可以繼續下去 那預防保健呢 要嚴嚴醫師要預防什麼 要保健什麼 我們不能等到事情發生才來解決 我們大家現在來這邊 就是求養生知道 怎麼樣讓自己更健康 要不然我今天晚上白來了 晚飯可能都沒吃耶對不對 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要考慮到 既然要養成保健 我要注意我的肌肉 要它平衡的 而不是一邊 一邊是用力 一邊是這個拉長的 我的骨架要平衡的 我的神經系統都是 四方八達都不會受到阻礙的 循環系統更不用說啦 我們就是 要運動 對不對 不運動那循環循環不起來 看看這些人在幹嘛 整個都在講什麼 運動 運動對不對 我們要預防要保健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運動 運動囉 再來是不是怎麼回事 運動完之後我肚子餓啊 運動完我消耗體力啊 怎麼樣 補充營養啊 剛剛我們講補充營養 吃大餐啊對不對 對不對 對嗎 吃完大餐以後要吃點心啊 有沒有甜點 你有沒有攝取過多的糖 過多的鹽 過多的油 還有燒糖類的 那請問你為什麼要運動 為了後面吃美麗的魔鬼 然後吃美麗的大餐 你為什麼要運動 那你可以決定你要不要感冒嗎 你身體不好你就感冒 那身體為什麼不好 因為免疫系統降低嘛 免疫系統為什麼降低 因為身體的機能一定有問題嘛 為什麼吃一樣的東西有人拉肚子 還是免疫系統啊 為什麼有人 就覺得說我 我只要呼吸還是會胖啊 為什麼我腰症背痛一直不好 我們剛剛已經講那麼多了 跟你體態有沒有關係 幾乎每一項都跟你的體態有關係 因為神經系統 控制了我們所有的 一些內臟系統 控制了我們肢體的活動 甚至控制到我們的內分泌系統 內分泌系統就影響到代謝問題 如果內分泌系統不好 代謝變差 一定會有一些問題 各位 身體不好 你就去運動 對不對 又不對了 那我們都不要運動 剛剛講說要運動啊 運動不是為了吃大餐 也不能說為了吃甜點 要不要運動請問你 要 還是要 贊成啊 運動之前 請問你 你是那邊的還是這邊的 那邊的綠色的那邊去什麼 只有一位健康的人 他可以去運動 如果你們其他都不是那一邊 你是這一邊的 你這樣的人去運動 會是什麼結果 你會健康嗎 你會健康嗎 你會 運動到最後他會變成那樣子嗎 請問你 大家都講 哎呀你不舒服啊 你要多運動啊 是不是常聽啊 這樣講 你多運動啊 他這話都隨便講一講 都不用負責任 他運動結果是怎樣子 不用負責任啦 你要運動啊 自己的小孩子 你要去運動啊 結果他是哪一邊 如果是歪的 如果是歪的 他就會壓迫到我們神經 對不對 神經剛剛有講過 他是電力系統 他的電力系統 如果是通到胃 我們就只胃啊 因為胃的毛病的人比較多啦 如果是通到胃 他運動他胃會變好嗎 你做對的運動他會好 做不對的運動 永遠都會好 運動不是不好 運動絕對 增強你的心臟跟肺臟功能 至於其他 我們就 有個問號 所以我們運動的時候 要知道 你 為什麼要運動 你要做什麼樣的運動 你要怎麼樣去做 對的運動 這才是重點 骨架如果歪 去運動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想把骨架 要想辦法把它弄正 如果骨架不弄正 在頸部的 我們再來一次看看 我們上頸椎的部分 就會影響到神經衰弱 失眠 頭痛 頭硬 氣力衰退啊 容易感冒 中下段頸椎 兩手沒力啊 痠痛啊 中間病啊 我直接手肘痛等等的問題 好 胸椎 如果有問題 歪斜了 上段的胸椎 容易造成胸痕心悸 呼吸困難 中段的話容易疲勞 背口不佳 效果不良 然後下胸椎的話 涼小水腫 頻尿 效果不良 水腫的人蠻多的 所以 大家到西醫看水腫的話 就怎麼樣 吃藥 那平常我們都叫人家吃藥人 對不對 中醫的方法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它是跟我下段胸椎有關係 那我下段胸椎怎麼會歪 跟你的坐姿有關係 你可能跟坐沙發 或在床上 斜坐 那樣子 很有關係 接下來腰椎跟腱椎 腰椎、腱椎、腱椎就是坐穀神經 兩腳或單腳疼痛 或是腳沒有力 痠麻 冬天冰冷 冬天冰冷 你就血液血管不好 過不去 膝蓋痛 腳踝痛 腰椎不順 血液疼痛 止痛痛 超腫瘤 痴瘡 性物能 或是難以懷孕 等等的問題 都會產生 好 好 謝謝 謝謝